馬田出來了 馬田出來了 我們又來了台灣 但是這次不吃台灣東西 我們吃些 其他地方的東西 有時候你會聽到日本很流行 站在這裡吃的 有站在這裡吃的壽司 站在這裡吃的牛扒 韓國也有一種 是站在這裡吃的烤肉 不過韓國那麼遠 這次去不了 台灣開了一間 是韓國搬過來的店 我們近來這裡試一下 這間店叫做 新村站著吃烤肉 他說他自己 1950年就開了 這裡剛剛新開的時候 有很多人的 外面這個位置 他們說要排兩個小時 是排滿了人的 他也整好 這些行人路 給你們說什麼排隊 但是現在已經 不用等位了 開了大概一個月左右 可能我們晚上 現在大概是10點半 不過因為我覺得 這裡唯一的賣點就是 開到凌晨2點 所以我才來的 好啦那我們現在 馬上衝進去了 一進來 就是雪櫃 他說自己選了 要些什麼 才去付錢 那有些什麼 有些飯 枝豆 葉蘿蔔 紫菜 嘩 吃水多深 這個紫菜30元 枝豆是25元的時候 然後呢 一包紫菜是30元 然後這個應該是 麵糞葉不知道什麼 這個呢就是 蘿蔔片 還有泡菜 那我們呢 每樣撿一個 好嗎 啦 好 謝謝 謝謝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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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了錢了 這裡會幫你叮飯 你看到有幾個微波爐在這裡 除此以外,菜單好像只有一種 有些醬 爐跟平時韓燒的差不多 這個爐到這裡大概是1.5米左右 我2米差不多適合 如果你看1.5米 你的頭會在這裡 試四周圍的嘗試 看得到有幾個月 看得到有趣 可疑堂 在這裡有很多的做法 看得見的 看得到在下面 有些絕望的 但我無論不解 我會嗎? 怎麼會是 我一會打算 打算 MENUAL 只剩兩樣東西 一個是有骨肉 一個是沒有骨肉 兩個都是牛肉 有一個店員幫我們做肉 所以是很快的 其實現場不是很多人 快吃了 他說有兩個醬 這個沒有蒜頭,是冷的 有蒜頭這個就煮熱了 他用了三四分鐘就已經煮熟了肉 你就配你們自己的食物來吃 所以嚴格來說 跟一般的韓燒 不是跟一樣東西來的 完全不同的 是類似鐵板餐 只不過他連同爐上 好了,所有東西準備好 現在就可以開始吃了 所以其實是很快的 你不會怕站在這裡 要攪很久 不是那樣東西 所以他才可以攪到 是站在那裡不讓你坐 這些就是我們點了的配菜 好了,我們開始吃了 剛才店員把兩份肉 完全混合了 我現在分不到哪份是有骨肉 哪份是沒有骨肉 只是看到有一塊骨在這裡 如果你兩個人是完全不會分 好了,我們試一下肉了 我沒有剪任何東西 他的肉本來已經醃了很多味道 本來是比較肥的 但因為醃了很久 所以醃得很軟 而且是很隨意的剪 所以不會像肉片一樣很薄 那樣 我們再嘗試另外的醬 看看 就是蒜蓉的甜甜 給的豉油 但是一定要配飯 點了之後就有點太鹹 再來一個肉 這次點了 沒有蒜頭的油 不同味道,這個有胡椒味 很辛苦,你看看 我唯有滷下來這個米五的桌 你看我滷下了50-90度骨弓了 現在還有一個辣椒醬 試一下辣不辣 嘩 嘩,超激的,黏住了 不是很辣的 然後他說一定要試一下這個 叫小米椒的東西 他說不是辣的,好像菜一樣吃 然後我還點了這個 類似是醃海帶的東西 完全是沒有染到綠色的中華沙律 完全是沒有一樣味和質感 純粹是沒有染到綠色而已 好,極致緣 準備了 爛了 然後還有蘿蔔片 蘿蔔粒 好酸 怎樣計算的呢? 這裡其實呢 Menu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肉,390元一份 那就是有分有骨沒有骨 那每一個人進來呢 都最少要叫一份肉 那所以呢,兩個人加起來 一人最低消費一份肉 然後再加一點配菜 這樣每人兩至三碗 加上飲料 那你大概一千元一千多一點點 大概是這個價錢左右 吃完出回來了 那你問是不是很划算呢? 它不算很划算的 因為它的消費呢 相對偏貴 因為一塊肉 都要390元 但是它那個肉呢 本身是好吃的 是... 我又給了8分的 但是加上其他配套啊 那些就這樣在外面 那些菜啊 然後又要丁飯啊 然後又要站在那裡啊 反而呢 令整體那塊東西 夠了那些分 所以呢 如果你是特地來台灣呢 我就覺得不應該特地去吃的 不過如果你是台灣住啊 或者你已經來到很悶啊 什麼特色東西都吃過了 那你都可以來試一下啊 不過如果你是短期內會去韓國 或者你去韓國的 那當然不用來了 因為同一個價錢呢 其實呢 你可以去打火鍋啊 或者加多一點錢呢 你已經可以吃到呢 那些烤肉飲食的那些店舖的了 就不用在這裡 這個是去玩啊 試一下體驗一下居多的 不過呢 如果你看了呢 那你就不用特地去體驗了 就是這樣啦 我們去其他地方 吃甜品 大家好啊 又是呢 一個覺得自己呢 營養目標未達成的兒童 看看可不可以呢 吃回其他東西呢 補回今天的營養目標 有點孤單的那個東西呢 只是吃了肉和飯呢 令你覺得呢 好像不知道怎樣的 味道是很均衡的感覺 又沒有新鮮菜吃過 只有一條這樣的小米椒 我們呢 來了附近一個夜市 但現在呢 真的已經太夜了 所以呢 已經收得七出八八 看看還有些什麼 你看看這個 好吃的嗎 綿菲試吃 漂亮到一個點 裡面呢 還要是賣眼球的 好了 走完了 不要走 我們呢 吃糖水 說開 好像我也沒有在這裡吃過糖水 我們去一間 台式的糖水店 看看有什麼吃 不過應該都是那些 仙草啊 護園啊 那些東西 咦 到了 到了 哇 要不要這麼多招牌呢 你看看 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五個招牌 我們走進去吧 聽說呢 都幾有名的 這間店 看看有什麼呢 愛玉仙草兵 獨家 怎麼獨家呢 我都不是很明白 然後 豆花 愛玉綜合 仙草綜合 我真的要看你喜歡呢 是 仙草啊 愛玉啊 還是豆花啊 主要就是這三樣東西 跟著配那些 配料仔 就是這些 這間店叫做愛玉之夢遊仙草 跟著有個呢 完全不懂得讀的文字 95年開的 那就是呢 最威風就是愛玉和仙草 那我明白了 為什麼他說什麼 獨家什麼 愛玉仙草兵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 很難認啊 這些名字 這個就是我叫的那個 仙草 有很多冰碎在底 還有珍珠 紅豆 那些 都是呢 平常會見開的那些 還有包呢 奶 很多日本雜誌有介紹來這裡 可以看到嗎 奶花 哇 加奶完全不涼 奶味很濃 搞到呢 吃不到一些仙草味 我覺得應該拌勻 因為呢 其實全部東西都是室溫的 所以你不拌勻它 在它浸一會兒呢 那些東西的溫度會很不平均 好 再來 看看是芋圓 很圓的 真的圓的 如果你平時吃芋圓的那些 你會發現其實它們不是圓的 它這麼多的長小型 切出來 是一顆圓柱體 但這顆是圓的 這個呢 就是愛玉了 我偷了一匙愛玉 愛玉本身沒有味的 湯有點檸檬味 所以呢 如果你一擠入口那一下 你的湯馬上喝光 剩下那塊啫喱狀的愛玉 就會變成完全沒有味 鮮草都是這樣 其實鮮草本身都是不甜的 但鮮草有一股 涼粉草那一股藥材味呢 也都好像有一些味道那樣 但愛玉呢 如果你很爽的 這樣喝完湯 那你就完全沒有味 它是這些呢 叫綜合冰 就會什麼都有齊 但其實不是亂放的 譬如我這個鮮草 有花奶那些東西的 那就會有紅豆 珍珠 還有芋圓 這幾樣東西 加起來 如果是愛玉的那個 因為是檸檬味湯底 就是那個冰底是檸檬味呢 那它就沒有紅豆的 反而有那些呢 湯丸仔 這些紅色白色的那些湯丸仔 所以它是想過不是亂來的 而且價錢呢 是超級超級低的 一碗這樣的綜合冰呢 只是60元而已 那它有沒有加價呢 我這裡看回呢 在這個 11年前 和9年前 它是賣45元 所以在9年裡面 大概是加了三分之一左右 但是呢 加到現在 都是60元而已 如果在香港吃這碗東西 我想起碼 都真的都要60元而已 因為加一下這個 加一下那個就很貴的了 它那些什麼康碎甜品呢 是不是 最出名就是做類似這件事 好像都30幾40元 如果我沒有記錯 快點吃完它回家 現在呢 12點半 好啦 今天的營養目 都不算營養目標 今天這個是叫 卡路里目標就完成了 因為呢 不是特別有營養 純粹吃了很多澱粉 很多糖 所以呢 今天的卡路里目標 都早才完成了 好 那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點讚 分享給我 喜歡加入會員贊助 我們同四月一 四月三四五 或者四月日呢 都會有新片的 準時六點鐘見 拜拜 我想說呢 這幫超級昂貴的紫菜 忘記了吃 你回家做宵夜